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近年有关气候变化等等的议题 令到全球都非常关注 而投资者对于ESG这三个字都应该不会陌生 但由于范畴很大都不知怎样选择 所以今天邀请来基金界的朋友聊聊 今天邀请来91进达的Marco就是聊天 你好 你好 稍后要和我们拆解一下 因为ESG范畴很广阔 我们待会可以带回一路去收集 看看未来有什么范畴值得我们去关注 不过说真的Marco ESG这三个字其实都不是新东西 已经很多年了 但最近一两年特别多人说 你经常接触很多的机构投资者 其实他们现在接受的程度是怎样的呢 Debbie 你说得对的 其实ESG已经最早期 或者比较容易痴一些 就是在15年底 16年底 当时就源于一份叫巴黎协议 令到国际的新闻就比较受到触目 但后来就静了下来 跳了五六年之后 即是来到2021年 其实突然间的关注到 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就突然间暴涨 我们也挺有趣的 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做的调查里面 其实就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做的 跟我们刚刚在介绍这一类型的投资 说的是2020年年中的时候 那个对比也挺大 是的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调查 其实我们就做一个全球的访问 但是我们也访问了香港的投资者 我们发现原来在香港的投资者来说 其实有超过58%的投资者 都说着 接下来会增加一些减碳的投资 跟我们在2020年中 开始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做过讨论 但是我大部分时候 工夫就要解释什么叫ESG 怎样跟ESG跟我们的投资关系 有什么连结 他们是不能连接的 反而讨论给我们看到 咦 进步了很多 还有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做一个调查 在盈光环可能看到的右手边 其实都看得出 受访者在全部的受访者当中 有超过七成以上 其实他们都会致力去增加 帮助到零 净排放的投资 而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香港投资者说得出 原来撤资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他们宁愿希望 跟一些上市公司 或者我们所投的公司 给多一些的联系 或者多一些的联络和合作 协调帮助他们转型 这方面令到我们也挺鼓舞的 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因为政府或国际新闻多了讨论 然后基金界 我也知道这一两年是积极参与 还有很多教育工作 令到投资者对于这方面的 认知度比较高 不过我觉得最惊奇 我见你们这个讨论 应该访问了大概环球6000人 原来香港对于ESG的认知度 是比起全球平均 还要高的这个百分比 这个挺有趣的 这个比我们想象中 超乎我们之前的预计 这个我们也尝试去解释 其实可能我们觉得 其实香港投资者很厉害 我们就算是买股票也好 买基金也好 其实也找一些新的投资的概念 其实我们之前涉猎到的 其实也是的 不过就看不到 原来我们背后整个推动 整个趋势 其实是讲减碳 或者是ESG的主题 之前我们说的再生能源 光伏 其实这些背后 宏观地去看 就是讲减碳的机会 现在讲的 稍后暗示了一些 一连串的产业链 其实大家需要留意 不要只是 记住ESG里面 某些范畴 只是某些范畴 稍后要请教 Marco 多一些 不过说真的 我们刚才也提过 其实大众对于这件事的 认识越来越多 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是鸡鲜鲜蛋 究竟是有相关投资产品 然后带动需求 还是真的有需求 然后带动了 投资产品出来 但我见到 今年不停追踪着 环球资金流向 流入ESG相关的 或者比较更特别的 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一些概念 资金其实是不断上升 就是说过万亿 已经是很少规模 我记得有些说 全球可以投资的潜在规模 是高达90万亿美金 那么多 可以不同的计算方法 其实简单 这个数字也是很庞大的 你说看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有的数据去看 是看过去这段时间 这一两年资金流入的情况 而说的是正流入 就是说整体流入的钱是多少 那凌光幕也见到的 其实看到2020年 全年 我们看第一季度 去到第四季度 其实加上 大概是4300亿美金的规模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最右边 就是那个三个的坊 我们看到 只是今年的头三季 已经是4600亿美元的规模 就是说今年头三季 已经是超越了上年全年 都未算到我们第四季 就是我们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资金流入 其实很直接的 是一个反映 就是说这类型的投资 是不是吸引到客户 或者投资者的认同 以及去支持 那带回你的问题 究竟是资金带动 还是 其实这个也不重要 因为已经是成为一个主流 大家都应该值得留意一下 我想问基金界 其实经常都会跟我说 我们现在ESG Value Investing 价值投资 那些不干净的 不太干净的 目标的一些公司 或者他们做得不好的公司 我们基金界 不玩了 惩罚他们 其实是否真的 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做基金投资的话 其实我们首先看就是说 如果本身有些企业 它的产品或者服务 是本身比较干净 就是说它比较低碳牌的 当然是现在受到追捧和支持 但是还有一件事 千万不能忽略的 就是说它本身 现在是属于高碳牌的一个模式 但是它是一个致力去到转型 就是说由现在是高碳牌 它透过一些的转型 透过一些的投入 资金投入 改善的经营 令到由高碳牌 落到低碳牌 这个中间的过程 带来的投资机会 其实更加不可以忽略 所以我们两边都要看 我们要比较中庸 去找回各方面的投资机会 其实某程度上 你都回答了我一点 但是不是很直接 其实他们真的不是很符合 标证的公司 其实你们真的会少看了 会不会这么说 我们在投资方面 可能视乎不同的策略 可能会买多买少 但是在我们跟它一起 去帮助它们转型当中 我们会更加积极去了解多一点 要联系多一点 看着它们转变 我们要帮助它 因为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未来的资金流向 我们看到很多 无论是各个政府 因为它致力要达至 一个碳中和的目标 我们看到最近在 叫做一个 叫做气候峰会26 都举行完毕了 有些总结都是说 是朝着这个方向 去帮助企业去转型 我们都是密切留意 哪些公司是有心 有力 然后我们是透过资金 去投它信任一票 希望它在转型光中 带来一些机会给我们 作为机构性的投资者 因为很多基金 其实现在暂时都是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标准 我用基金 初初选一些 ESG合乎它们规行的公司 其实都是用一些筛选法 然后你开始发觉 有些大型的基金 或者是一些大户 出名的投资者 比如我有留意 比如Bill Gates那些 其实他说 在2019年开始 旗下基金 都已经不再投资那些 骛髒公司 即是那些石油 石化相关 大油的油公司 但是它是不停 都好像你说那样 观察着它们的变化 如果它们乖 一起转型的话 其实又可以再 联系更多一点 是的 因为千万不要太过片面去看 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 原本的大的油公司 企业其实转型 它原本可能是做一个 叫做石油 化石 提出的燃料 然后开采燃料 其实开始做一些转型 比如去开发它们的太阳能 或者是风力发电 这些业务 所以其实千万不要忽视 或者忽略了这类型公司的价值 没有听到它石油股 就很近一边 有世界最大的那些 其实都是在做一些 比较大的转型工作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机遇 不过刚才Marco也提到 我们经常说 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其实可以涉及的 投资相关额度是很高的 会不会有多少少东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譬如我们现在 各个国家 就算在CORP26之前 其实已经定立了 很多碳排放的目标 究竟要达至那个目标 其实相关你们基金计 带动的产业链 投资的企业要花的钱 政府花的钱 其实是拉动到我们 可以留意几大的投资机遇 这个我经常都和我们身边的朋友 投资人说的 ESG也好 甚至更加集中 比较针对式的 叫减碳的投资机遇是多少 首先当然我提出过 刚才也提过一下 其实整个减碳的基础 就是建基于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 其实最主要是针对 未来世纪中的温度 相对于工业革命 由现在不是一年 是未来的每一年 两至四万亿 两万亿到四万亿 结构性的大改变 而结构性是什么意思呢 年期 不是一年两年 那个趋势是回不了头 因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 所以这是很值得 投资者知道 背后推动成个 结构性趋势的基础在哪里 其实很多投资者 都会有一些比较短视的炒卖目标 因为很难搞的 这些结构性转型的东西 你很难理由投资者觉得 我长期一直搜 未懂得持续 最顶就已经放光了 我们认知的 某一些在外国上市的明星级股份 其实都是打着 例如一些新能源的概念 就是电动车的概念 股价已经是爆炸式 火箭式增长 是的 你在说服 或者跟客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觉得 哎呦很苟健 那怎样呢 他典其内超出了估值 但未达到那些目标 其实这个概念 是怎样跟别人说 是一个怎样的稳率呢 其实在这个投资策略上 其实我想在 刚才你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电动车的行业里面 当然美股也无人不惜的 今年也是火箭式爆炸 上升的股票 但我们去看 作为一个机构性投资者 我们看的视野 我们尝试深入多一点 我们去找回电动车制造商 它不单止是制造车的公司 它本身带来的生态环境 生的价值链 有什么机会 是我们甚至可以早着先机的呢 例如我们在一些电动车的生产商 或者制造商里面 电动车生产商 我就买它一间而已 有没有在它的生态环境当中 例如它的零部件 它的锂电池的设备公司 它的感应器 它的半导体 因为电动车的半导体有不同 它的软件是它的软件 甚至是一些感应器 其实如果我买电动车制造商 不如我买这些部件 因为所有电动车 都要买这些 还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做机构投资 就是希望什么呢 这些股票比较低调一点 就是那个关注度没那么高 所以其实很多这些机会 那个股值或者那个关注度 是underappreciate 就是没有什么人去发掘 没错了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角度 去参与到 就是在减碳当中 电动车环节里面 整个生态的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本身 就是整间公司里面 在减碳投资里面 尽量找到的投资机会 一个方式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很独特的地方 我们不是说电动车制造商不好 在我们简估的标准里面 还有其他的要求要符合 可想而知就是 就是不要忽略其他的东西 是的 我们就尽量广阔 因为其实 都要留意它的周期 其实未来的竞争 只会越来越大 反过来 我们去找一些价值更好的 还未被发掘的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的价值 刚才我们提到 譬如这些结构性转变的 不同的分类 其实里面 多得爆的那些东西 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很小的部分 就是可能是一些电气化的东西 但是你还有 可在生能源 其实涉及这么多领域 经常听金银经理说 太阳能不能够 接着爆炸性的增长 预测很厉害 接着来资源效益 有很多人又会想少了 有些水资源 其实已经有些暗暗 已经在行动了 其实其他那些范畴 又会有什么机会 带给大家 其实这张图 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跟大家去分享和留意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退后一步 去看整个减碳带来的机遇 与其是比较单独 片面 我刚才说 其实香港投资已经很聪明了 其实在我想过去这几年 已经留意个别的股票 就是只是做环保 只是做太阳能 只是做光伏 还有电动车也有 但是我们当退后一步去看的时候 整个宏观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原来我们选择的层面是很多 当有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 选择的时候 自然我们可以 组成一个很好的组合 这个图就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再生能源的版法 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它是提供一个 结淨能源的方案 所以无论它是 做发电的 太阳能 风力 甚至是周边设备 电网 甚至是原材料 甚至提供 这些叫太阳能 或者风力发电的一些 方案的公司 都是我们会涉猎的 同一时间 就是电气化 我们说过 电气化在电动车的领域当中 所以其实不只是电动车製造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要忘记 减碳就是控制温度 但是温室气体 除了碳之外 还有一种成分叫甲丸 甲丸 甲丸就很厉害了 甲丸在哪个地方看到呢 就是在畜牧业当中 我们致养生畜 以及在农产品的生产的时候 都会提出或者释放大量的甲丸 这方面又是大家忽略了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要找一些叫代替肉 这个经常都说了 人造肉 或者是为什么牛肉要吃少一点呢 或者有时英文有一个叫 Beef is the new coal 就是牛肉就是新的煤炭 所以就要避开 找机会 也引用我们整个价值链 就是说如果做人造肉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烤素公司 或者是生物的公司 科技公司 他们提供一些味道 一些质量或者烤素的公司 是会做到这件事 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向后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环顾到整个 结构性改变带来的机会 而我们也不用只是受惠 就是在一个板块里面 那我们的选择就多很多 所以就是说 要靠你们有时出来多一些教育 大家就知道 原来ESG里面 我们也要经常看那些新闻 也要自己在想 当某日有些达成某一些主题 或者一些目标的时候 其实相关生出来的投资机会 是很多 譬如你刚才提到的甲业 其实你不说 我没人知道原来是二氧化碳之外 第二大的气体排放 然后你见美国 其实在最初有至少一百个国家 其实是夹远这些东西定立了目标 刚刚在博气候峰会上 也都知道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看一看就知道 原来我们不只是玩电动化 要连食、住、买的衣服 其实在衣服住行里面也有的 但是Mago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测试很重要 但我们看来看去 好像只有E的领域在里面 是否现在最大的投资主题 就是E 即S和G 其实是比较难去追踪和量化 其实Debbie说得对的 在E的环境 即是环境的因素里面 其实暂时来说我们只能够用一些 叫做比较认受性高的标准来衡量 它是否真的在环境方面比较着迹 所以就用碳 因为我们去碳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在整个ESG的投资的概念发生 大概都是2015年的时候 其实初步也不太会用碳排放 来量度它的成效 而相对地回答另一个问题 S就是在社会方面 和G的监管方面 其实陆陆续续都会建立相关的 一些客观的指标 去看回从社会的角度 可能从监管的角度 它怎样可以提升公司的生产力 简单来说 就是公司的盈利能力 或者是股价的动力 我们这个策略就比较多些 是针对在环境方面的 而环境方面是比较容易掌握得到 那也是 因为我看到有时资金流 例如看Morningstar 大家都会 第三个是资金流入相关的 一些ESG基金 其实是去到81亿美金 而中国其实占了很大比例 但是我看回中国那些基金 大部分都是追踪E的东西 而其他的好像真的没有太多 也会否反映出投资者的胃口 其实我觉得投资者 可能都是一个叫做学习 或者了解多个阶段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投资在减碳 气候变化相关的机会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即时考虑到中国 因为我觉得这个环保或减碳 应该是西方社会的意识比较强 那没错 欧洲先走 发源地先在欧洲 接着到美国 西方国家 然后亚洲区就会落后一点 日本也有 但是这个正是我们看到 在气候峰会带出一个概念 正正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它本身的碳排放量是高 而它们不成功减碳 就会影响到整个巴黎协定的目标 像印度那样 它都说是2070年 它是迟了一点 但是不要忘记 它都是十几亿的人口 它如果只要参与 肯落实去做的话 其实机会有很多的 中国开始也是过去两三年前开始 其实中国的环保的前期工作做得一点都不差 因为它的监管 甚至去到巴黎协定的时候 因为中国是佔了差不多全球碳排放量的 差不多接近三成 所以它不做事 那机会就反而没有这么多 现在它落实了2060年有个碳中和目标 其实我们更加要 中国是不可以缺乏的一部分 那未来我们更加要留意一点点 就是可能在新兴市场 的一些机会 但问题就是 有很多人说要推动可持做发行投资 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当然你Corp26之后 很多人就热烈讨论 究竟是否用一个撤资的形式 还是你们要冲进去 要扔更多钱下去 其实才能推动到这件事 其实都直接影响过进度 是的 因为普遍来说 一般人就觉得 我们运用我们作为机构性投资者 我们作为股东那一票的决定权 你逼他们 是的 逼他们 希望他们的董事会 会听我们股东的意见 多一些去加快 或者增加投资去转型 但是有些企业 因为它本身的环境 或者地理位置的技术 其实如果单单从一个撤资的方式 其实我很容易做到一个组合 是真是低碳牌的 但是我买一个组合的低碳牌 等不等于我可以为世界 带来正面的影响呢 这个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 但是如果我投资是一些智力 真是去改善转型的公司 除了在投资 找到一个投资机会之外 我真的可以去透过我们的影响力 在改变企业碳牌放量 从而为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这是一件十分之美好的事 是的 由上而下 首先由政府开始定买目标 然后业界方面努力 包括机器界 银行界 其实都在做很多事 绿色金融的那些 现在绿色贷款相关 其实是有助帮忙一些企业去做 之前如果有看我们ET财资Talk之前 访问一些企业 其实他们都说 没办法啦 基金经理逼 我们都要做 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力合作 才能做到这件事 好 今天非常开心 跟Marco很好谈 我们今天希望帮大家 再了解多一点这个议题 然后再找到 你们来到新的投资方向 谢谢Marco 今天的方向 谢谢 拜拜 观看